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朱元璋这个人虽然出身一大老粗 但他就喜欢招这些985研究生 博士说是进公司 他也肯定意见他的智囊团人还挺多 我们现在的人肯定对什么李善长 朱生 什么这些人不知道 但刘姬刘伯温的名字我们肯定听说过 为什么民间对刘伯温的故事津津乐道呢 接下来我们用几机的篇幅揭开刘伯温神秘的面纱 探寻这位天才谋传呢 他惊涛骇浪的一生 刘姬刘伯温 这个明朝大乌 他的名字呢 实际上我们中国老百姓啊 耳熟能详 刘伯温呢 不仅仅是大明台国的第一谋臣 还是一个神秘人物 特别是在民间叙事什么演绎啊评书当中 说起他呢 不仅仅是大明台国第一谋臣 而且呢 还是一个什么能够预言未来的这样的神秘人物 说他前之五百年后之五百载 天文地理也没有他不知道 基本上就是诸葛亮之后的第一人 而托他名字写的奇书呢 最著名的就是烧饼歌 这个被图 烧饼歌啊 是刘伯温和开国皇帝啊 对话的一个所谓的记录嘛 说呢 是经过刘伯温啊注释和解释 然后流传到民间的 那么这个烧饼歌啊 他是怎么来的呢 据说有一天 明朝开国皇帝专章在吃烧饼 刘姬忽然进来 专章呢 知道刘伯温善于占卜啊 就把烧饼扣在了碗下 就问你猜一下 算一算 我这碗里扣着什么东西 刘伯温的玩耳一笑 马上说 半四日息半四月 意思什么呢 你碗里这个东西又像太阳又像月亮 接着他又补上一句 曾被金龙咬一口 也就是说皇上你这条大金龙 咬过一口 这就是吃的东西 听刘伯温如此说呢 专章哈哈大笑挺高兴的 接着他又问了 你算了我们大明朝能够想过多少年呢 刘伯温一听呢 继续说了 将来南方中灭 北方中 听到这个解释呢 摩棱两可 专章又接着问 我们现在都城 金陵城池如此坚固 你给我说一下 我们还要防备什么呢 刘伯温这个时候看了看专章那种脸色 提成说了 金陵啊这么坚固的城池 应该没人能攻破 除非啊是燕子 可以飞过来 刘伯温回答这句话呢 西村平常 确实是燕子能够高飞 你再高的城墙 他也能够飞过来 对此回答呢 专张了百亿 也就没有再难为刘伯温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传说当中的 这样揣测刘伯温 他这些话都是带有言语的 那么后来历史证明呢 这几句话 就是刘伯温给明朝以后的历史啊 发展做的预测 他说明朝万子万孙 表面听起来 好家明朝 还能传一万代 实际上呢 明朝到万历的儿子 万历的孙子那带 也差不多了 就是到了崇祯皇帝就灭亡了 他们他说南京城 非常坚固 一般人攻不下来 除非是燕子 能够飞过来 实际上呢 当时赚安章实行分封制嘛 他死后 他的儿子燕王 朱棣造反了 最终打进南京城 夺了这个赚安章 他的皇太孙朱允文的 他的皇位 所以说呢 燕子 那不是能飞的燕子 而是指这个燕王朱棣 我们看那个烧饼歌 这这部书吧 刘伯温的这个话里 含着有许多言语 甚至呢 包括后来明英宗被俘啊 皇冠专政啊 什么倭寇入侵的等等等等 因此呢 在这个所谓的烧饼歌这本预测的书章中 刘伯温都有预测 说到这里问题就来了 刘伯温真是这样一个神人吗 哎 我们下面就开始慢慢聊了 当然了 最显而易见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刘伯温啊 是诸国孔明啊 这样的人物 实际上还说低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诸葛亮当年在龙中啊 刘皇叔刘伯三顾茅庐 他当时畅谈天下三分之计 后来就辅佐刘伯 夺取了当时三分之一的天下 而我们这几集要讲 那个主人公刘企刘伯温 他辅佐周恩章 最终是一统江山建立了大明朝 为此呢 我们就非常好奇 你说刘伯温这样一个历史大人物 他到底是怎么成长的呢 他又经过了哪些艰难控苦的道路 最后成为开国皇帝 朱元璋的第一谋臣呢 刘伯温啊 出生在元朝末年的 至大四年 就是公元1311年 刘伯温出生在当时哪呢 是浙江青田县城南 150里 那个地方 南田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要知道 现在这个南田 已经不属于青田县了 后来呢 这个南田地区和附近一些地区合并 成了一个新的县 叫文城县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说 这个刘伯温是历史上的哪里人 我们就记住 他是浙江青田人就好 那么刘伯温的家乡呢 当时在一块高山平地之上 那里风景如画 绝对是人节地灵 刘企刘伯温的老家风景如画 他的出身呢 按现在来讲 也是书香门第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在元朝啊 老刘这一家属于儒户 元朝的百姓呢 这户口分一好多类别 什么官户 民户 医户 阴阳户 军户等等 你家祖皇 世世代代从事什么职业的 户籍上就写着什么户 正是根据不同户的类别呢 元朝对这些户的百姓呢 征收相关的赋税 和摇曳 儒户呢 就是读书中国科举的这样的户 刘基的父亲呢 在元朝还是个教育 也就是地方学校的教师 当然了 元朝的这种学校都是官办的 他父亲呢 也算是政府的这个公务员吧 从另一方面讲呢 我们也知道 元朝有十股九代之说 所以说知识分子的地位呢 相比先前的宋朝就差太远了 刘伯温的母亲姓傅 当地的富士家族呢 历史上出现过显赫人物 我们前面讲宋朝 北宋著名的宰相傅毕 就是富士家族的人 所以说这个富士家族呢 和刘基的刘士家族 在当地呢 绝对算是闷当户对 刘基的父亲死得很早 所以说刘基成长啊 左而泡他的母亲影响和教育 刘基这个人呢 从童年时代起 就非常聪明 当时他读书啊 就被称为七行俱下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一目十行吧 刘基十四岁的时候啊 就熟读春秋 所谓的什么四书五经 青少年时代 无所不通 更特别的是 青少年时代 刘基呢 不仅精通儒学道学 他还懂得相伟之学 懂得数数之学 什么是相伟之学呢 实际上就是天文学 那么根据我们中国古代哲学 相伟呢 包括五星五行 天上金木水火土是五星 地下金木水火土就是五星 按照史记天官书的说法呢 五星也叫五尾 此外呢 还有二十八素为精 所以说一精一尾 合起来就成为相伟 当时的相伟之学呢 当然和今天的天文学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也就是说当时懂得 相伟之学的人呢 还可以用看天象来预测人世 那什么叫数数之学呢 数数之学 简单来说是算命算卦 推断人世的吉凶 当然作为一个儒生 有这样的学问 和刘基所处元朝那个时代呢 是非常有关联的 由此可见吧 青少年时代的刘基 绝对是学霸 而且是勤奋的 多才夺艺的大学霸 刘伯文晚年回忆他自己 年轻的时候呢 对于当时自己学习的刻骨 还是非常有感慨的 他读出的情况怎么说呢 一夕二三十 笑人不能勤 有朋友远方来 谈论求昭勋 就说什么意思 就是他自己二三四岁的时候 看周围的年轻人 谁要是不勤奋读书 就一定会受到耻笑 一旦有朋友从远方来 我们就在一起干嘛呢 从早到晚切磋学问 刘基22岁那年呢 正好赶上科举考试 我们要知道 他生活的元朝 科举考试几年才一次 那么按照元朝官府 的规定呢 只有25岁以上人 才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刘基当时还挺机灵 他不可能错过这次机会 还再等上几年 于是呢 他就虚报三岁 冒充自己25岁 进了考场 参加科举考试 刘基呢 学问确实好 到了这个杭州参加乡试 一举而重 也就是说呢 重的举人 第二年呢 他要到京师大都去 就是参加全国会试 又是一举高中 又成晋式 刘基当时两举高中 说起来听着好像轻巧 实际上当时对于他这样一个南方的汉人来说 非常非常难 因为在元朝我们都知道分类四岁人 蒙古色木汉人男人 就是先前南宋统治下的汉人 和其他民族叫男人 这个知识我们上历史课都学过 就不多说了 由此可以想见 刘基作为一个男人 中进是有多难 那么他重举呢 当时才多大呢 才二十二三岁 刘基在考场表现的写的文章呢 受到好多人的称赞 元朝当时的主考官叫杰西斯 绝对是个鼎鼎大名的大儒大文人 他读到刘基的文章赞叹不已 马上就对他左右的那些官员就说 这个作者乃魏征者流 也就是说写这篇文章的人 应该是唐太宗时代的名臣魏征那儿的人才 而且还说此人因特尔过制 就是说刘基这个人啊 应该比魏征还要出色还要出奇 刘基的文章写的确实好 当时呢他还写了两篇文章 一个是春秋意 这就是类似八古文的一篇古文 洋洋洒洒 挺好看 另外一篇是龙虎台赋 文学性特别强 龙虎台在哪儿就在今天的北京北部 如果我们开车出军队 就会看到一个山谷间 有个地方叫龙虎台 每年夏天的元朝的皇帝还要这个经过这里到赛上去避暑 所以刘基的龙虎台赋就是描写龙虎台当时的风景 文章特别有气势 文笔雄魂笔腹其绝 说这个地方什么呢 昆群山而独尊 在当时这句话广为传颂 更奇特的是呢 当时刘基在考试之前呢 根本就没来过北京 也就是元朝的大都了 他就没见过龙虎台 因此他写这篇幅呢 完全就凭他自己想象写成 刘基呢 你看二郎当岁 高中进士 因此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但根据当时元朝的制度呢 他还不能马上就正式官职 三年以后 刘基呢 就被元朝朝廷任命为高安县城 高安这个地儿在今天的江西 县城呢 就相当于现在的副县城 元朝的县城是县隐 后来叫县令 是正七品 县城呢 是正八品 我们俗话都说七品芝麻官 刘基当时的官呢 比这个七品芝麻官呢 实际上还要小两级 因为过去这个品阶 有正有从 就是说一个等级 里面有两个台阶 所以说正七品到正八品之间 是两个台阶 那么正七品 从七品 正八品 从八品 所以说呢 当时刘基是正八品 刘基一上任呢 就写了一篇官真 就类似于当官作用名 这样的东西 就提出了对自己的警戒和要求 其中有这么几句话 自民西先 自知以辞 自民啊 这个文字的自 自民就是爱民 说要当官呢 就是爱护百姓 什么是首要呢 自知以辞 就是必须以辞爱来对待他们 弱不可灵 余不可欺 告诫自己啊 千万不要对那些弱势的群体 盛其凌人 不要对那些看上去好像很愚笨的人 实实欺辱 刚不可畏 媚不可随 对于有权有势的人呢 我一定不要去怕他 同时呢 不能随意对这些人啊 恶欲奉承 不去拍马屁 如果在成平盛世呢 刘基这样的官员呢 肯定会得到朝廷赏识的 但是呢 他是生活在黑暗腐朽的元朝末年 绝对是生不逢时 刘基本人呢 又廉洁又正直 在当时的官场肯定奉过来 不久呢 他因为纠正了一个 为当地前任官员误判的杀人案 结果得罪了有权有势的人 最终呢 竟然被降级调到南昌行在衙门 更让他感到侮辱呢 他被调到那个行在衙门 是当一名院使 什么叫院使啊 不是官是历 实际上就是官府的一个普通的办事员 连官籍都没有 你想 做一个霸气冲天的年轻人 一学霸 刘基一气之下 愤然辞职 刘基呢 辞职回家之后呢 但毕竟他尽是出山 他在元朝的有关的人事官员 那个名册上 他还肯定有一号 因此呢 但凡有了官缺 朝廷呢 还是有可能把他重新启用 因此几年之后 就制政十年 刘基呢 就被朝廷任命为浙江儒学附体局 儒学就是官办的学校 附体局呢 就是副校长了 当时呢 主管地方的考试 这个时候呢 距离刘基重进士 已经是十三年之后了 刘基在家闲了这么多年 再次出来做官 那么他先前当职那个性格呢 依旧没有改变 不久呢 他又给那个朝廷的监察御史提意见 上书弹劾 主管地方那些监察御史的失职 说这些人和地方的贪官物力 还一起威威所在 互相串通 结果可想而知 京城那个御史台 还为了护短 不仅没有处理相关责任人 还一直压制刘基的意见 由此一来 刘基又急了 再次辞职不干 那么这次辞职回家 刘基又会搓脱多久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明朝的非钱是什么 明朝的非钱呢 也叫变换 或者叫变钱 我们要知道 非钱这种东西啊 从唐朝就有 还当时一种兑换券 凭这个纸券呢 取钱 就免掉这个运输了 所以当时叫非钱 非钱呢 和纸币还不同 它不像这个宋朝那娇子那样 它不能自由流通 所以就可以把非钱呢 理解为古代方便取钱 那种银行卡 非钱是在唐代中期 就已经出现了 就唐宪宗时期 当时呢 这个商人经商啊 贷大量铜钱啊 那些肯定是不方便 于是呢 他就先到官方 开具一张凭证 上面记载着地方 他要去那地方 和钱币的数目 然后呢 就持这个凭证 到异地 就提款购货 这个凭证呢 当时就叫非钱 那么非钱到了明代呢 就逐渐从官方专营 变成了私人也可以经营 明代的非钱啊 是有一些这个分支机构 比较多的啊 那个私人的商行进行办理的 那么这些私人商行呢 从明朝实际上 已经是非常多了 他们在全国各地 就开设钱庄 这些私人机构 他之所以啊 这个运营这种非钱的生意呢 一是为了避免就是这个输送 现前太麻烦 第二呢 也是从中牟利 这些私人机构呢 就是利用总店 包括他们设在各地的那些 底店之间的联系呢 向那些不便 携款远行的商人呢 发放票据 商人呢 就可以凭此 清装屈四方 何劝乃取之 明代呢 从永乐年间开始 当时呢 就在商业非常发达的城市 像宁波这样的大城市 就开设这种 专门经营非钱的 这样的这种营业部吧 怎么样收取这个费用呢 那就看汇兑的这个距离远近而定 收费呢 从数钱到数两银子不等 你数额大肯定收钱也多 在明朝后期呢 这种非钱的 这种这个汇兑业务 在京城啊 包括江南啊 好多地区啊 都是普遍存在的 因此可以这儿说 明朝的非钱呢 是世界上呢 最早的 私对私经营的 这样的这种 类似银行这样的机构 而在那个时候 就同时代 事实上别的地方 什么欧洲啊 什么这样的 那些经济发达的地方 基本上呢 还在使用什么金币 银币和铜币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小到大这么多年 我们学习语文学习历史就知道 许多好诗名篇 都是作则在被贬折之后诞生的 没有被贬折过的公务员 好像都当不了文学家 这个刘基他本来是元朝的公务员 又是一大直男 性格耿直 品性正直 常常因为他自己不够腐败 而与其他当时别的官员格格不入 而且刘基还总是一怒就辞官 在体制内的几进几出 每次复出还是朝廷请他来继续做官 可见当年学历的含金量就是高 你看他一生都是元朝的备选干部 刘国恩这个人有报国之心 所以元朝朝廷邀请他干活他也会去 但朝廷最终还是辜负了他 那么这个人在官场上 究竟遇到什么打击 使得公务员都叛变组织 加入了反抗军的队伍呢 在元末这么多造反团队当中 刘基又为什么选择了朱元璋阵营呢 这一集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 我们上一集说到刘基愤而辞职回家了 他这一待呢 就是三年 三年之后呢 他又被元朝的朝廷启用 当了什么呢 浙东元帅府的都市 后来呢 还被提拔为行省都市 这个都市的官职呢 是从七品 就没有具体职务 就类似现在省级机关的那种处级调研员吧 那么在这样的位置上 刘基会虚度年华吗 刘基当时啊 作为元帅府都市 还包括这个行省都市吧 毕竟呢 还会面对啊 这个实在的这个政务 当时他就遇到一个大问题 就是在他主管这片地方呢 有个叛乱势力的头子 叫方国珍 方国珍 我们前面讲周安璋的时候也讲过他 他是以范延起家 趁着元末大乱呢 他自己率领一把人马 到处烧杀抢劫 割据一方 而且这个方国珍呢 绝对是个人精 他在战身为王的同时呢 还买通当时政府的各种关系 他就等于是要元朝朝廷的赵安自己 他自己还要做朝廷官员 当时政府当中 我们要知道元朝的政府特别黑啊 大部分呢 你想收了钱了吗 大部分人都认为方国珍啊 应该啊 于安抚 应该赵安 刘基就不同意 他怎么说呢 对象方国珍这样的首恶 必须要严调 要坚决镇压 但当时方国珍他有钱啊 有势力啊 到各级官府去行贿 甚至呢 他还派人去给刘基也送礼 劝说刘基 你放我一马 刘基当然不从了 他的意见就一路报到中央 就是要求朝廷坚决对方国珍加以镇压 但这方国珍本事确实大 他这个贿赂也一路走到中央 就派人到京城四处送礼 拉关系 最后呢 京城的高官就做成决定了 对方国珍要加以赵安 同时呢 还斥责刘基你多事 说你这种建议啊 实际上就伤我们朝廷的好生之德 破坏朝廷形象 结果呢 刘基又被罢官了 而且呢 还把他寄管到绍兴 什么叫寄管啊 就相当于在当地软禁 就不许他离开绍兴这个地方 也不许他做别的事情 受到朝廷如此对待 刘基当时悲愤不已 你看这样的天下 这样的世道 这样的人还不如死了 所以他当时愤恨之余啊 就要自杀 幸亏啊 当时他有个学生 叫穆尔沙的 就出来劝阻他 先生您千万不要这样对待自己 既然您怀有天下之志 如果这样死了 就和那些死在沟渠里的匹夫 匹夫有什么区别呢 更何况 您家里还有老母在堂 如果您这么就死了 以后谁照顾他老人家 我们要知道在古代 以孝为先 哎 穆尔沙的学生这番话呢 最终打动刘基 他就决定了自己不能死 但是呢 元朝的官场确实太黑暗 那肯定我要离开 由此呢 刘基又离开官场了 毕竟呢 刘基是个人才 人就是近世出身 朝廷呢 还是有识人之人的 两年之后呢 刘基又被委任官职了 而且呢 这次做官呢 由于他在这个 昭安山寇无期 这个过程当中立有大功 朝廷呢 非常高兴 在两年之内呢 给他的官职连生刺激 你看 鸭则奸济天下 刘基呢 挺高兴 不久呢 他又遇到老问题 什么老问题呢 就是还是先前那方国珍 虽然说自己 这刘基他亲自招安了 山寇无期 但刘基一直是 强力要求朝廷 对于方国珍这种人 是绝对不能招安 一定要加以绞杀 方国珍呢 顾忌重演 人家有钱啊 在地方上 在中央 在大都 继续行贿 继续拉官司 最终结果 刘基竟然一下子 就被朝廷啊 连见武基 我们想 淡了这么多年 又成重七品 这样的芝麻官了 这一次的遭遇 就让他彻底 对元朝 这个朝廷失望了 当时呢 是元朝治政十八年 就公元一三五八年 刘基呢 就愤然返回家乡 决心以后 我再也不做元朝的官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呢 作为一个世人 像刘基这个人 胸怀大志 他肯定 不会回到老家 去当什么富家翁了 于是呢 他著书明治 把自己的治国理想 人生牟利 都写了下来 利得利言嘛 他心中暗暗发誓 有朝一日 我一定要实现自己的 雄伟报复 他当时写了部什么书呢 这部书叫《玉离子》 我们要知道 中国的书分为几类 精实子集 他这本书叫《玉离子》 应该就是用紫书体 写的一部书 刘基这部书呢 在宋元以后的紫书当中 内容还是非常优秀的 《玉离子》呢 是一部预言故事集 刘基等于就是用预言的故事这种方式 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理念 和他的人生感悟 我们要知道 古代好多的紫书 特别是先秦 有很多紫书 包含着许多预言 比如说《庄子》当中就有很多预言 同时呢 对于当时的元朝社会提出抨击 他就揭露当时社会上 到处都是杀人的 吃人的一些野兽 那么这些东西呢 奋爪长崖 饮血如肉 其中呢 有一篇预言叫公之桥 内容还非常深刻 公之桥呢 是一个工匠的名字 这个人呢 能做古琴 绝对是能工巧匠 有一次公之桥呢 得到一张很好的铜木板 然后他就用这块上好的板吧 精心制作了一张琴 这个琴一弹出来呢 乐声轻力 愚人要凉 那么表示 自己对国家的忠诚 公之桥马上呢 兴臣冲的抱着一张琴 就送给国家的这个 岳父 朝廷岳父官员看到公之桥 送来这张琴 非常不屑 表示说 你这张琴 算个屁 你赶紧拿去 我们不用 也就是说呢 这些官员 连试都不试一下 马上拒绝 公之桥呢 辩解就说了 你看我做了一辈子琴 这确实啊 是我这一生当中 做的最好的一把琴 但官员连听都不听 扬长耳去 没办法呢 公之桥回到家 然后找来油漆匠 让油漆匠呢 重新给这张琴 进行油漆 把那些什么 油漆上弄了一些 所谓的断文 然后就类似于 古琴的那种断文 然后呢 他又让这个 善于写古文字的人 写上几个古文传字 在琴的背后 最后呢 又把这张琴 满入土中 一年以后 他又把琴挖出来 他人就是做旧了 然后抱着这张琴 走到市场上 很快就来了一批 达官贵人 这些人的衣冠楚楚 得意洋洋 等他们看到这张古琴 个个目不转睛 仔细观瞧一上手 呵 发现这张琴 不仅有断文 有古字 而且那上面还有出土 遗留的泥土 绝对是上古 遗留下来的一把好琴 二话不说 这些人马上高价买走 而后呢 他们捧着这个东西 送到乐府 希望朝廷加强 乐府那些官员 特势力 一看这张古琴 马上互相传看 嘖嘖成旗 夸赞的位移 这些人就说了 你看 我们国家 我们朝廷 终于得到了一把 上好的古琴 龚之桥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进不住叹息 当今世道 不识真货 假货横行 所以说刘基的这篇预言 实际上讲究 当时元朝的官场和社会 实际上呢 也讲的是他自己的遭遇 刘基的整部 《玉璃子》这部书的中心内容呢 就是想在天下的行孔子之道 还要表达他的治理天下就大致 也反映他好多人生感悟 和他所理解的哲理 确确实实的呢 是一部思想非常丰富的预言 《玉璃子》的书名呢 实际上就非常吸引了别致 《梨》在八卦当中代表火 就是光明的象征 你看 刘基把这个《梨子》用于书名当中 就是想使这本书 成为治乱式 建盛式 这样的一部指导性的著作 毕竟刘基呢 还是一个在元朝做过官的人 虽然说他现在还离开了元朝官场 但他内心之中啊 还是存有传统知识分子 那种忠君观念 在这种充一耳中的政治思想指导下呢 如果让刘基走出这个背叛元朝 甚至反抗元朝的这一步呢 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那么作为当时一代大儒 这个刘国恩是如何最终 走上反抗元朝的道路呢 他又是如何找到大明的开国皇帝朱恩章的呢 我们前面讲过了 刘基呢四次辞官 最后呢回到老家潜心住宿 可以想到这个时候刘基啊 还没有放弃 他一直以来对天下苍生那种关注 当时呢 实际上他面前还有三条路可走 第一条 就是返回元朝官场再次做官 第二条呢 就是从此演居在深山 日后以住宿为生 第三条路就重新出山 投奔一个新的主人 建功立业 自己呢也开始一番新的事业 那么第一条路对他来说呢 应该走不通了 如今呢他已经四次辞官 确实对元朝已经完全失去信心 而当时的元朝天下大乱 正面临灭亡的危险 那么如果走第二条路呢 深山隐居也不行 天下都大乱了 没有任何一个地本清静之地 隐居在哪里也逃不脱 大刀片 而且呢 这又不符合刘伯恩先前志在天下 拯救苍生那种性格和志向 因此呢 当时只有一条路走 什么路呢 就是第三条路 他要出去寻找新的 可以开创新天下的这样的一个人 要投奔民主 重新崛起 当然了 刘基刘伯恩不是一般的人 那么他要投奔人呢 一定是一个出乎其类 八乎其类的 这样的一个豪杰 那么朱元璋在刘伯恩眼中 是这样的人吗 他当时又出于一种什么状况呢 当时朱元璋啊 在元末寻星当中啊 已经逐渐成了气候 在治争16年呢 朱元璋已经率领军队攻克的吉庆 就是现在南京 当时呢 而且还把这个吉庆这个地方 改名叫这个阴天 不久之后呢 他自封为吴国公 那个时候啊 也正是刘基第四次辞官的时候 不久之后呢 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 接连攻克的雾州 处州这些地方 而处州呢 就是刘基老家清田所在的州郡 当时朱元璋政权的周围呢 北边是元朝政权 东边是张世成 西边是陈有亮 那么在元末群雄当中呢 朱元璋绝对是属于人中龙虎 当然了 你要想夺取天下 还是要进行人才的竞争 朱元璋呢 毕竟是个英雄 他自然可以驾驭英雄 自然也可以识别英雄 朱元璋在当时 确实胸怀大志 求贤若渴 有一次呢 他和手下谋臣 李善长谈到刘邦 就问李善长 当年刘邦得天下 靠这是什么呢 李善长马上说 刘邦靠就是三杰 萧和韩信和张良 朱元璋在这就说了 不错 现在呢 先生您 李善长 就是我的萧和 徐达呢 是我的韩信 但我现在的张良在哪里呢 李善长就回答了 有位宋连宋学士 就是民工您的张良 听李善长如此说呢 专章还摇摇头 宋连这个人 确实是个大儒 文章写得很好 但是呢 他干事不行 实际上我就知道 有一个人 可以当我的张良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刘姬刘伯温 据我所知啊 这个人不仅仅能做文章 还能做事 绝对的文武全才 由此可见 专章这个人 虽然是大老粗出身 但绝对他不是大老粗 你看他对当时的天下豪杰 对当时的这个学者文人 也是一直在排查 在考察 那么到了治政十九年 专章打下这个物周之后呢 就把物周呢 改成宁岳府 专章这个人 一直重视教育 他在宁岳府呢 就马上设立了俊学 就请来宋连这个大儒呢 做这个俊学的五经师 等于是给当地的选子呢 教授四书五经 宋连这个人 一直还是刘伯温的好朋友 当年在元朝的时候 元朝朝廷也想请宋连出来做官 宋连当时是断然拒绝 当时他不仅不做官 而且还跑到山里去做道士 对元朝绝对是非暴力不合作 那么作为宋连的好朋友 当时刘伯温呢 还给宋连写了一封信 说什么呢 如今先生你要离开朝廷 我也要从此离开官场 由此可见 这两个人是志同道合 如今呢刘姬就听说宋连就明明白白的又出山了 而且已经投奔了朱元璋了 所以说宋连投奔朱元璋啊 这事对刘姬造成挺大的冲击的 对于他来讲 陈永亮和张日成绝对都不算这个民主 绝对都不是人中农虎 唯一可以选择呢 实际上就是朱元璋 特别是朱元璋占领触州之后呢 刘姬的老家呢 已经被朱元璋控制了 他等于自己人就在朱元璋的统治地盘之内 此外呢 刘姬在当时在元朝官府里 还有一个好朋友 生死患难之交 谁呢 叫石某一孙 这个石某一孙啊 本来是契丹人 他家数代都在元朝做官 实际上在元朝呢也算汉人 那么朱元璋的手下大将 攻克了这个触州以后呢 实际上把那个石某一孙打得大败 后来那石某一孙啊 又被乱兵所杀了 所以说现在 刘姬在想投奔石某一孙呢 也不可能了 现如今呢 对于刘姬来讲 供他选择的道路 已经非常非常之少了 哎 他正犹豫之间 专章呢 实际上也在惦记他 那么这两个人 在历史上是如何相见的呢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衣冠秦兽在明朝中前期 是一个宝义词 衣冠秦兽啊 这个词啊 实际上还真是个宝义词 我们看那个汉语大词典一查 秦兽呢 有两层意思 第一呢 就指鸟类和兽类的统称 在古代我们都知道 秦兽两个字 就都可以表示动 但含义呢 有所不同 我们看那个说文解字 兽 守备者 从兽从犬 兽字的本意呢 就是普列 在后来的使用当中呢 兽的词性就发生了变化 因此它是由动词 就变成名词 用来就指那些长老四足啊 全身生毛那种 野生哺乳类动 秦呢 它的本意是捉拿 就是那个提手秦的 它的本字 最早也是个动词 再后来呢 这个秦就用来指代 一切所抓到的动物 即可指鸟类 有的时候也可以指兽类 古代皇帝 我们都知道真龙天子嘛 那龙的身边 肯定呢 需要环绕那些 自然界的那种各种动物 因此呢 根据明代官员服事规定 文官秀秦 就提醒版官呢 像仙鹤那样 淡泊名利 武将会兽 彰显的虎师般的这样的威武 因此呢 衣冠秦兽 就成为文武百官的一种代称 原本呢 是指当官的人 就在明朝前期吧 不仅没有任何贬义 而且满满的 都是一种羡慕 一说衣冠秦兽 那官啊 由此呢 我们从流传的文物实物 就可以发现 明朝根据官员品级不同 他这个官服上 秀的这个秦和兽啊 这个式样也不同 品种也不同 但到了明朝中晚期呢 我们都知道 经历过什么 宦官专权啊 经历过这些政治腐败 文官武将呢 这些人掐老百姓 声名狼藉 由此呢 就老百姓逐渐将这帮人 视为匪道和温神 于是呢 不少老百姓 就把道德败坏的官员 称之为衣冠秦兽 直到现在 这衣冠秦兽 这个词完全就沦为贬义词 我们想这些行为不端 道德败坏 就这样的官员 你穿再华丽的衣服 都掩盖不了 把他们那种被人唾弃的 那样的行为 没说中国史 我们下集见 刘基呢 辞去了元朝的这个公务员干部身份 还在观望呢 结果朱恩章 这位霸道总裁 都已经相中了 一副势在必得的架势 刘基并不是非常爽快 还双向奔赴 而是呢 在跟朱恩章 一边这个说客气话 一边呢 和他派来的说客呢 进行拉锯 为什么呢 好歹我是元朝公务员啊 被你一叫就去 岂不显得 我早就对朝廷有反心吗 读书人呢 造反不能叫窃国 只能叫逆向救国 那么最后这个刘基 到底是被朱恩章 或者他手下 什么人感动的呢 进入朱恩章阵营之后 刘基的自我价值实现了吗 我们要知道一个读书人 满腹精伦 是没办法即刻拿来给别人看的 不像武将啊 肌肉力量和武艺摆在那里 能打不能打 一看就能知道 刘伯温这个人 是如何让朱恩章著用他的呢 又或者说 朱恩章看中的 本来就是他另外一尊身份 只是想让刘基 来给自己当个代言人 中年鲁词 再创业的刘伯温 他能够如愿以偿吗 各种曲折 我们这一集详聊 上一集说到呢 刘基刘伯温 从元朝第四次辞职之后呢 肯定呢 也想选择一个新的主人来投 朱元璋呢 他的军队攻克了处州 处州就是今天的浙江利水吧 得知当地就有位大名是刘基 所以呢 就派人聘请刘基出山 根据当时历史记载呢 史书上是说啊 朱元璋欲招致刘基 就是说这个时候 朱元璋如日中天啊 价子很大 要派人呢 把刘基招过来 所以说当时他这种态度啊 和先前刘备 请诸葛亮那种 三顾茅庐那恭敬啊 完全就不是这么回事 但当时是谁 把刘基的这个大名 推荐给朱元璋的呢 说出来大家可能不相信 是朱元璋手下一粗人 也就是说 朱元璋手下的一个爱将 胡大海 胡大海这个人 虽然是个粗人 但他特别喜欢呢 招揽民事 他为这个朱元璋 打下处州之后呢 到处走访 最终呢 就把刘基的名字 上报给朱元璋 你想啊 当时的浙东明氏 包括叶琛 张义 宋莲等等 都是胡大海上报的 这个时候呢 朱元璋才知道 哎呦 刘基也在这里 胡大海本人呢 得知刘基就在处州之后呢 他就马上派孙岩 去亲自 去招这个刘基来 孙岩这个人呢 是朱元璋任命的 处州总治 朱元璋占领处州之后呢 等于就建立一个官 就叫总治 就等于当地的行政首长吧 孙岩这个人呢 相貌丑陋 长了一张大黑脸 而且还是个瘸子 但这个人呢 能言善辩 特能作诗 号称什么呢 下笔一扫 白纸立金 所以财思如涌 此外这个人呢 还有变才 说起话来了 口若悬河 孙岩这个人也挺有本事 他先前呢 就为朱元璋招揽了好多这个读书人 还挺顺利的 你想那些读书人呢 现在得是都在 朱元璋的统治范围 干的还挺好 唯独呢 到了刘基这里 孙岩碰了一个软钉子 刘基呢 就拒绝出山 我们想一想 刘基这个人本来性格就很倔强 不可能随随被变 还弄个人一招自己就出山了 而且刘基呢 还重视气节 想到自己曾经做过元朝的官 又是元朝的近视 忽然就改换门庭了 绝对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更主要的是呢 当时刘基也是要投奔民主 那么这个朱元璋派人来叫自己出山 这个人到底是真的命世之主吗 当时刘基就拿不准 所以他也没有贸然出山 孙岩第一次请刘基出山遭到拒绝 一点没有契机败坏 反而对刘基更加仰慕 就认定了这人有骨气 接着他第二次又派人去招聘刘基 刘基还是不答应 但毕竟自己人就在触州 人家就总管触州 触州总治 当地的行政长官刘基也感到这个人对自己还不错 为了答谢孙岩的一片好意 就把家里藏的一个家藏宝剑作为礼物 送给了孙岩 刘基家里的家传宝剑绝对是一件宝物 剑柄上镶着宝石 抽出来之后寒光绕人 宝剑赠英雄实际上也表现刘基对孙岩的一种仇报和一种答谢 孙岩拿到宝剑一看 大喜 但是他就认为刘基送给自己理太重 不能接受 不敢接受 于是他就给刘基写了一封长信 表示说这个宝剑你应该送给天子 天子拿这个宝剑能够斩除那种不顺命的人 所以说你这宝剑你送我我不能用 我的命没有这么富贵 我享受不了这个东西 虽然这封信写的挺长的 那么在信的最后 他还特意为宝剑写了一首诗 其中有这样的字句 欢君识之献民主 若遂大汉为淋雨 什么意思呢 我把这宝剑还给您 您再拿它献给当今民主 这样一来你们君臣相知 就好像九汉风干雨一样 普天之下都会得到好处 老百姓就会得到拯救 接到孙岩的这首回信 看了这首诗 刘基这种感动 就主动的去拜见孙岩 我们想一想 刘基这个人口舌本来就好 孙岩又是个能言善辩之士 因此这两个人交谈起来 好假 那简直即刻是惺惺相惜 特别是当时孙岩 对于天下大事的议论 绝对是黄河之蟹滔滔不绝 对此 刘基也当时听得非常入神 对于孙岩钦佩不已 从中我们可以见出 这孙岩这个人绝非等先之辈 你想 刘基都被他说动了 你说他的口舌 他的口辩 绝对不是一般人 最终 刘基在孙岩的劝说之下 就决定投奔朱元璋 刘基在离家之前 还是有些不放心 他老母亲 但是他的母亲父侍就对他说 自古衰乱之事 不服民主 岂能获万全计栽 在天下衰乱的时候 你不投奔一个可靠的民主 将来我们能够保全全家的身家性命吗 由此可见 他的母亲实际上比刘基更加现实 听老母亲这一席话 这么激励自己 刘基就坚定了投靠朱元璋的决心 刘基在第一次面见朱元璋的时候 他对朱元璋有什么建议 刘基当时就给朱元璋献上了实物十八册 就是给他进献了十八条意见 那么这十八条意见的主旨 就是古汉语这几个字 以堪定之机 错安离树之道 也就是说 平定天下群雄 让老百姓如何能过上好日子 这样的策略和政策 当然了刘基来投朱元璋 我觉得当时朱元璋最看重的 还是刘基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如生如世 他还是个星象学家 也就是刘基知道谁拥有天命 既然现在大名鼎鼎刘基都投奔我朱元璋了 就是说明什么 我老朱就有天命 为此后来朱元璋回忆刘基当天投奔自己 时候那个场景还特别提到说什么 守臣镇树之有在 也就是说当时朱元璋正是通过对刘基的招聘 等于就变相的向天下宣布了 他就是天命的拥有者 就是心的人主 原顺帝治政二的 就是公元1360年 浙东四学士 大名鼎鼎的刘基 张义 叶琛 宋莲 都一起来到英天 朱元璋的王府之内 那么朱元璋见到这四位先生来到 说了一句话 我为天下去四先生 这时朱元璋已经是一派帝王口吻 胸怀很大 张口闭口就是天下 他就是说我为天下 我为天下老百姓的生存 现在要让四位先生们屈尊辅舅来给我帮忙 客气几句之后 朱元璋就直奔主题提了个问题 他说什么呢 天下纷纷 何时定乎 你看如今你们都来了 如今天下乱红红的 什么时候才能平定呢 张义首先就说话 这大儒 天道无常 唯德是福 唯不是杀人者 能医之耳 张义什么意思呢 天道并不是永远不变的 谁有德 他就能辅助谁 只要那些不乱杀人的民主 最终一定能够统一天下 刘基作为一个战略家 对于朱元璋当时统一天下的决心 他就这样提出一个策略 什么策略呢 叫先汉后周这样一个策略 汉就指朱元璋西面的陈有亮 周就是指朱元璋东面的张士成 先汉后周的策略 就是先解决汉再解决周 先西后东 后来有人就把刘基这样一个策略 等同于当年诸葛亮向刘备提出 那个三分天下的 那个策略 朱元璋占领英天之后 他西边就是陈有亮 所谓的汉国 东边就是张士成所谓的州国 但当时朱元璋包括了好多手下 都还是想打谁呢 先打张士成所占的地方 张士成当时占的领土还挺大的 南道快级就是现在的绍兴 北道淮阳 中间还有豪州 就是朱元璋的老家 你看这些地方都是张士成他的占领地 而且他的这些占领的地方都是沿海富庶之地 鱼米之乡 所以说无论朱元璋 还是朱元璋手下的大部分的这些将领 都是要先把这些张士成的地方先攻占 此外相比兵晶梁族的陈有亮 张士成算是个软柿子 所以打他等于就是先翼后南 当时陈有亮的势力非常大 地处朱元璋的上游还占领着湖广和江西许多地方 因此朱元璋对他从心里是发怵的 刘基劝说朱元璋就不一样了 我们一定要先打陈有亮 如果我们要打张士成 陈有亮肯定会趁虚而入 他现在坐拥上游 时时刻刻就想吞并我们的地盘 反过来 如果我们先打陈有亮的话 张士成肯定会坐视不管 为什么 就因为张士成这个人没有雄心大志 目光短浅 一直就想如何保住他现有的地盘 我们去打陈有亮 张士成肯定不会管 坐山观虎斗 反过来 如果我们要打张士成 陈有亮这个人胃口大 性格又粗暴 他一定会趁虚而入 当今之际 我们就不如先打强的 后打弱的 绝兽先猛 勤贼先强 什么意思 打野兽就一定要把最凶门的野兽先消灭掉了 打敌人 打这些贼寇 一定要把最强的先给打败 朱元璋最后还真听了刘基的建议 就表示说什么 先生 您神机妙算 先打陈有亮 不仅我们可以打败强敌 扫出最大的障碍 而且我们可以避免两面受敌 我们看刘基现在对朱元璋大的战略提出来了 那么在具体作战当中 他的表现又怎么样 也就是说 这位刘基刘伯温能不能在具体的作战当中 一步一步落实他这个策略 刘基也来到英天 投靠朱元璋部 实际上仅仅过了三个月就赶上一场大战 还真是不出刘基所料 陈有亮军队实力确实很强 由于他地处英天上游 他随时就要吞并朱元璋的地盘 在制政二十年五月 陈有亮就动员他的全部军事力量 统领周师数十万 顺江而下 向东进攻朱元璋的地盘 而且旗开得胜 陈有亮第一步就打下了太平 太平就是今天安徽的当途 这次大战 陈有亮把守太平的朱元璋义子朱文逊杀掉了 还俘虏了朱元璋的臣子花云 花云这个人宁死不祥 后来也被陈有亮杀掉了 太平陷落肯定会危及到英天 就是今天的南京 那朱元璋当时刚到这个阴天不久 立足未稳 于是召集中将商议对策 当时大家是莫中有势 有的人说 在主动去迎敌 有的人说我们要先夺回太平 但更多的人就主张 回避敌人锋芒 就是现在陈有亮的军力太胜了 太强了 还有人说什么 中山上有王旗 不如我们上中山去躲避一下 更过分的 还有一些人说 我干脆就放弃迎天 为了保存实力 我们先撤了再说 陈有亮军队得势不要人 拿下太平之后继续中进 这个时候专张军中将领 议论纷纷 依旧没有决定 就在大家都拿不定主意的时候 刘基来了 那么刘基参加会议之后 就看着那些将领 在那空发议论 他当时什么也不说 专张看到刘基这种表现 感觉很奇怪 就问 先生有意乎 那意思是先生 您有什么想法吗 刘基不是我们军师吗 该你发言了 当时害怕刘基不能畅所欲言 专张就带着刘基进入到内室 进到内室 刘基说话了 为今之计 请赐臣保健 什么意思 刘基就让专张把保健赐给自己 让自己有生杀予夺 处置人的权利 实际上就是表示 我要把那些主张逃跑 主张投降 主张退却的人 我先都杀了 专张一听笑 刘先生 您先说您的意见 我再赐给您保健 您不能一上来就先把几个人给宰了 刘基就说了 现在陈友谅已经夺取了太平 城市冬夏 气势很盛 我们的军队最早夺取了鹰天这个地方 实际上现在是立足未稳 又地处下游 士气不高 如果我们仓促之间应战 必然失败 一旦失败就没有退路了 所以说和陈友谅这场战事 一定要是决胜之战 只能胜 不能败 如果败 满盘皆输 大势去矣 到那个时候 别说以后夺取天下 肯定连命都不能保了 当今之计 主公您千万不能听这些人议论纷纷 一定要靠您自己拿主意 有一句话叫什么 天道后举者胜 什么叫后举者胜 就是我们只要有信心 有决心 即使是后发之人 我们也能胜利 而且敌人现在千里远来攻击我们 那些士兵肯定很疲惫 而且陈友谅这个人一心要打仗 他内部上下关系搞得都很不安宁 关系都不顺 再加上他的皇位得位不正 他是把他的老上司徐寿辉杀了之后 试了之后得来的 当上所谓的皇帝之后 对他手下要强行压制 强迫这些兵将们每天奔走于战场之上 上不顺 下不服 实际上也不难对付 所以说现在主公您就是先处置那些主张逃跑人 同时一定要大开腹部 犒赏三军 坚定大家的士气 然后我们诱敌深入 最后坚之灭之 为了最后劝专章下决心 刘姬还激劝他 我忘过气 我军上方有必胜之气 实际上刘姬最后这句话 就让专章心里完全踏实 那么二人一席话之后 专章最后做出了怎样的决定 下一集接着说 明朝冰箱很高级 我们要知道 在明朝 老百姓也好 官员也好 皇家也好 夏天吃冰 或者用冰消暑 已经是非常平常的事 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老百姓一般买了冰之后 他怎么收藏 你总不能 就是说用了一些之后 剩下那大块冰 那就化了 实际上在明朝 为了保存夏天的冰 就有一种器具 叫什么 叫冰箭 这个冰箭 就是我们现在的冰箱 当然了 冰箭这种东西 也不是说从明朝才开始发明 在我们中国古代 甚至周朝 先秦就有了 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冰箭 是青铜做的 但是这种青铜器 这种金属散热快 所以说它对冰的储藏的功能就不太强 主要用于室内降温 并不是说当冰箱用 而是把冰放在这些金属 这个青铜器里头 就是室内的气温能往下降一些 那么自古以来 这种类似冰箭的东西一直有 其中有些冰上头的可以放一些水果 水 等于可以用来饮用和食用 就可以用来消暑 明朝的时候 冰箭就有了非常大的改进 一般来讲是木制的 而且有钱人家 常用导温比较慢的名贵硬木 比如说花梨酸枝木等等 当然了 一般的老百姓家你可以用摆木 至于冰箱内壁 可以用铅皮或者铁皮来包裹 以此来隔绝外部的热气进入 在冰箭之内 可以分隔成许多层 然后放上冰块 这个又可以保存冰 同时又可以冰镇食物 那么那些富贵之家 它这种木台冰箱 用的材料得就非常高级了 什么黄花梨 什么紫檀 什么楠木 这些东西都用上了 那么明朝的冰箭 它口大 底是小 得成方斗形 内部就贴锡片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保持它内部这些木质 而且还能使冰块保存的时间更长 我们刚才说到的富贵之家用的黄花梨这种高级的木头 因此明朝这些富贵人家用的冰箭 除了实用之外 它等于本身还是一件艺术品 上面还雕刻有各种复杂的图案 或者是弄一些纹理来展示 因此明朝这个冰箱 相比现在的冰箱 不知道高级到多少倍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明天见 我们在职场上这么多年 肯定都知道职场有个铁律 什么铁律呢 就是你不能显得比领导聪明 哪怕你真有更加高明的想法 你得引导着领导做出那个决策 功劳是他的 性命才是你自己的 你看三国阳修 他老显摆自己的聪明 曹操又是一个善度的领导 后来的杨修自己就招货 被曹操杀了 这就是什么呢 聪明反备聪明 那么在判断形势这方面呢 刘基还真没怎么走眼过 在专章身边的出谋划策 协助专章打胜了几场 非常关键的战役 除掉了对手 扩大了势力范围 我们前面也说过 刘伯恩这个人是个大直男 他的交流方式肯定追求效率 有话直说 他不会绕弯子 也不会顾及朱元璋的心理 那在要不要救小明王 韩连儿这件事上呢 他说对了 但是这件事呢 却成为朱元璋的一个心结 朱元璋为什么对这个事 这么耿耿于怀呢 这一集我们仔细讲一讲 我们上一集说到呢 正是在刘姬的激促之下 说朱元璋的军队头顶上有得胜之气 就老朱在下决心和陈有良开打 确实在当时他自己军事势力不足的时候呢 确实需要借助一种神秘的力量 来壮大自己和自己手下军队的信心 当时呢 朱元璋等于就设计 引诱陈永亮东晋 在卢龙山呢 设下埋伏 陈永亮的果然重计 挥军东晋 朱元璋手下大将长玉春的徐达 冒雨出击 两路夹击陈永亮 杀了陈永亮大败 七千多人呢 还成为朱元璋的俘虏 同时呢 陈永亮呢 当时还有许多巨大的剑侄 还有这个名字 什么混江龙啊 塞断江啊 壮岛山 这样的大船 打了一场仗后呢 都称朱元璋的挨他手下的大船了 我们要知道啊 为了保存实力 朱元璋长长期以来啊 一直采取避敌锋芒的这种 掏毁之略 很少啊 打这种这个 有优势的这种硬仗 那么这一次呢 是朱元璋第一次正面 跟最强大的敌人交锋 而且呢 是在他的都城 英天周围 以少胜多 此战过后呢 朱元璋得就更加以众流击了 这一仗打胜之后呢 朱元璋得不仅巩固了自己英天的根据地 而且还很快收复了九江 安庆 占领的地盘呢 越来越大 陈有亮呢 当然不甘心了 他在元顺帝制政二十一年 也就是说他这次败后的第二年 他再次动员全部兵马 东进征讨朱元璋 这次来呢 也是人多势众 陈有亮呢 一举夺下安庆 我们要知道安庆啊 地处长江上游 是英天的门户 安庆的战略要地 还丢失了 得再一次就对朱元璋构成了威胁了 当然朱元璋这一次啊 就不像上司那么害怕 他就带领军马 即刻夕江而上 就想把这个安庆夺回来 但安庆方面呢 陈有亮的守军呢 把守非常严 强攻就很难攻下 这个时候刘基就建议说 如今呢 我们一定要改变策略 陈有亮如今是清朝而出 他的老窝江州肯定空虚 江州就是今天江西九江 为此呢 我们不放弃安庆 直接就打江州 果然 由于陈有亮的主力大军都出去了 江州防我非常虚弱 非常空虚 陈有亮如今一看到 朱元璋的军队忽然来到 当时心里是毫无准备 仓促不能成军 只好带着他自己的老牌子 一大家子 还有他手下的所谓的百官 逃亡武昌 经过这场江州大战 朱元璋不仅夺取了一个重要的地盘 而且呢 还把先前失去的安庆 这个地方也是不战自克 这一战呢 也正是在刘基的建议之下 朱元璋及时改变战场策略 避时就须 最终迎娶了战场的主度 刘基这个人说得拥有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还有很强的政治才能 这时候呢 又忽然发生了一件事 小明王当时所在的安丰 忽然遭到张世成军队的攻击 朱元璋当时就要率领军队去救 刘基这个时候是坚决反对的 说现在我如果去救 陈有亮肯定会趁机来袭击我们 夺回他先前失去的土地 主公您千万不能去 朱元璋这次还真没听刘基的 为什么当时小明王在名义上 毕竟是他的皇帝 自己如果见死不救 他先前表演出那个忠意 诚信 等于就没了 所以朱元璋就是要救小明王 这个确实也有他的道理 朱元璋拒绝听刘基的建议 他自己带兵去援救安方了 当他救了小明王 准备攻打卢州的时候 后凡忽然传来消息 陈有亮请朝出动大军东下 而且包围了长江上游的宏都 也就是今天的南昌了 陈有亮大军你看包围了南昌 南昌首将是谁呢 朱元璋 他是朱元璋的侄子 手下还有大将邓玉 这两个人能征善战 坚守严密 你看陈有亮这么多军队围城 打了一个多月都没打下来 我们要知道当时交通非常不方便 南昌这个地方又被包围得非常紧密 等到这个消息传到朱元璋那里已经过了一个多月了 忽然听到南昌被包围了 陈有亮正准备东进 当时吓着朱元璋出了一身冷汗 赶忙说 果然让先生说中 他口中的先生就是刘基 我们要知道 这次陈有亮出兵 如果他不是在南昌逗留 而是沿江直下直倒阴天 朱元璋的根据地肯定就玩完了 于是轻机之下 朱元璋马上派人烧信 给南昌守军 说你们再坚守一个月 我会亲自率领大军来救 同时他急忙撤回包围卢州的军队 即刻返回应天 以备万一 同时他还派出军队 严谨而上去救援南昌 当年的七月初六 朱元璋就亲自率领大将徐达 常玉春 冯国胜 于通海 廖永中这些人率领大军来救援南昌 其中摩世刘基和陶安 两个人也在军中 这时候陈永亮率领军队包围南昌 已经85天了 听说朱元璋率领大军来援救 他砍紧 放弃了对南昌的包围 转过头来亲自迎战朱元璋 于是他掉头向东 出波阳湖 20号那天就在康郎山和朱元璋相遇 陈永亮当时手下的军队是60万人 应该是号称 咱们也得有四五十万 朱元璋军队是20万人 双方当时都是拿出老本 拼死决战 所以双方的战斗特别激烈 在战斗过程当中 我们先前讲朱元璋的时候也讲过 朱元璋的船也是几次搁浅 险些丧命 那么大战持续了两天 到了22号这一天 从早上7点多钟 一直打到11点钟 双方依旧是不见胜负 刘基义这个时候一直陪着朱元璋 就在他身边协助指挥 突然之间 他从船上站起来 大喊一声 难兴道赶紧走 拉朱元璋 就逃到旁边的小船了 两个人在小船上还没站稳 哆啰一声 刚才朱元璋那个坐舰 就被陈永亮水军的炮石 打得粉碎 陈永亮当时看到朱元璋的坐舰被打碎 旗舰高兴的哈哈大笑 有些专张肯定是必死无疑 不久忽然又看到专张 又坐到其他的大船上 继续指挥 当时就泄气了 专张这个时候调整兵力 调动自己军队的船只 开始从后面包抄陈永亮 陈永亮无可奈何 只得脸兵自首 双方这个时候 等于就到了僵持和相持阶段 关键时刻还是留机建议 我们可以先行彻离此地封锁湖口 如此可以截断敌人的归路 专张马上同意 调转军队 然后把那湖口就给截断了 也就是说专张军中所有的船只 都向湖口集结 把波阳湖的湖口 得也是完全给封住 刘基在这关键时刻 又说了一句话 如今来决胜之战 一旦金幕相反 那个天象出现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场战争决胜之时 由此一来 又给朱元璋和他手下的军队 一种极大的心理暗示 我们必胜 陈小亮方面 看到朱元璋先行一步 还封锁了湖口了 等于就截断自己的归路 当时汉军的士气非常低落 因为陈小亮军队远途作战 粮食吃都差不多了 无奈何 他只得又分兵 派出几十只船 还出去酬粮 起量这些船 就被朱元璋的军队烧毁了 如今没有粮食 归路又断了 因此汉军的士气已经是差的不行了 8月22号这一天 他就准备冒死突围了 专张尾随汉军之后 然后用火阀攻击陈小亮的军队 当时江里面到处是一片火海 刘基后来回忆这场战争 这场大战还写过一首诗 将军金甲剑窜卫战士铁衣汗如雨 火龙喜燕冲天瘸 什么意思呢 就说当时那些将军的身上穿那些金甲都扎满了敌人射来的剑 跟刺鱼上的刺一样 战士们身穿的铠甲都浸透了汗水 而火龙一样的炮火连天而起 一直冲到了天上 似乎把天阶都照亮了 确实不阳湖大战那大火 当时把所有的湖水都染红了 战斗非常激烈 那么专张的军队一直追击陈小亮的舰船 几十里边打边追 最后呢 陈小亮乱军之中中的流石 等一颗大剑从他眼睛射进去 当时就把他给射死了 汉军一下群龙无手 无心恋战 土崩瓦解 最后好几万人都向朱元璋投降了 那么这一次 朱元璋和陈小亮的争斗 显然老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这一年是制政二十三年 就公元1363年8月29日 这场波阳湖大战 等于就彻底的扫平了朱元璋 通往皇帝道路上的最大的障碍 第二年 朱元璋亲自率领军队攻打武昌 固守武昌的陈小亮儿子 包括他手下那些大将 被迫投降了 制政二十七年 就公元1367年 也就是波阳湖大战之后 又过了两年 朱元璋又攻克了当时张世成政权所在地平江 就是现在的苏州 结果张世成自杀而死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刘基先前给朱元璋献策的先汉后州的整个策略完全实现了 得朱元璋的下一步就是要问鼎中原 那么根据名史刘基传记载 太祖取士成北伐中原遂成帝业 略如基谋 就是说朱元璋 你看把张世成灭了 后来又北伐中原最终当成了皇帝 略如基谋 什么意思呢 基本上和刘基先前给他预判的差不多 等于就是按照刘基的计划 最终他帝王之路得以完全实现 从上面讲这件事就可以见出 刘基对朱元璋的帝业成就 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根据刘基的传记记载 朱元璋经常去刘基住的地方找他 两个人单独谈话 他们经常一谈谈很长时间 至于这期间他们到底密谈了什么 别的人也不知道 后来朱元璋就回忆 刘基的贡献 还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什么呢 先生发宗指示 三军无往而不克 就是说刘基先上指到哪里 我们三军就达到哪里 结果是无往而不胜 作为一个天才的军事家 刘基在朱元璋的建国过程中 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明朝建国之后 他是做了更多的事情 首先他用孔子的那种儒家教导 也就是说儒家思想 来教育和勋陶 朱元璋这位马上皇帝 劫次随朕争行 每于贤侠 交正孔子之言 开导我心 故颇知古意 即将临敌境 而乃昼夜仰观前相 慎后风云 使三军避凶屈结 树有真理 这个是朱元璋 在任命刘基为御史中成 兼洪洪感学士的告中 就是等于赵令当中写到的 朱元璋当年北伐中央的时候 有一个口号 叫驱出葫芦 恢复中华 立刚沉寂 救济思民 驱出葫芦 恢复中华 就是要赶走以蒙古贵族为主的 这个异族统治者 恢复先前 我们的汉官为夷 就不要搞民族压迫了 立刚沉寂 救济思民 就是要建立起法寂 建立起新的制度 恢复秩序 拯救天下老百姓 我们要知道元朝末年天下大乱 社会当中的刚机也 法律也荡然无存 所以说 一个新兴的大明王朝建立起来 首先就要立刚沉寂 刘基在这方面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建国之初 刘基被任命为御史中成 专章就让他和李善长一起制定大明律 编定大明王朝的正式律令 那么这个律令 就是明朝最初的法律制度 刘基和李善长当初制定的这部律令 经过不断修改和完善 最后就形成了一部重要的法典 大明律 大明律这部法典 在我们中国法治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而且在明朝沿用了二百多年 后来 大明律的主要的精神和内容 也被清朝所继承 刘基这个人不仅有能耐 品格上还一直是不畏强暴坚持正义 而且是执法必言 有一次 周恩章离开鹰天去凤阳 视察 这个时候就留下 刘基和李善长一起在鹰天留守 朝廷当时就出了个案子 中书省都市 有个叫李斌的这个官员犯罪了 按照大明朝的刑法规定 他的罪就是死罪 但李善长当时是中书省左层相 中书省的官员都是他的部下 而且李斌和李善长官息还特别好 所以李善长就出来求情 希望刘基放李斌一马 对此刘基言辞拒绝 就主张按照法律处死李斌 为了避免李善长回护李斌 他就派人快马加鞭 到专案章里去禀报 专案章答案是按照法律执行 马上批准对李斌的死刑 刘基拿到专案章的批准书之后 即刻派人就把李斌杀在当地 杀了李斌肯定就得罪了当朝宰相李善长 李善长和专案章的关系非常密切 由此一来会对刘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下一集接着说 明朝邮件怎么寄 我们现在的人用邮政 什么特快专递 各种各样的快递公司 都可以寄送我们的信件 物品 绝对是非常广泛的 非常普通的 那么在明朝以前 中国实际上就是个书信的世界 人们之间只有通过书信 才能相互问候 而且可以做生意 可以交流思想 书信在古代不仅可以通信 而且还发挥着 类似于今天的学术刊物 文学诗歌 这样的作用 因此古人的书信 往来非常频繁 但是古人怎么把信件交给自己的朋友 交给自己要转给的人 今天的人知之甚少 在明朝之前 或者是明朝 当时这种书信的传递 邮件的传递 一般是通过普人传递的 我是指是在同一个地区 同一个县 同一个市 同一个府 但是距离一远 人工递送 确实就非常麻烦的 由此 远近离的这种书信 包括邮件 一般都是委托去那个方向的旅行者 烧着带过去 最好是自己认识的亲友 或者是做官的这样的朋友 当然了 也可以花一定的费用 把信交给什么乘船的乘马的 就来往那些商人 也包括那些执行公务的牙役 役族 或者是官府的信差 帮着送一下信或者邮件 但是根据王朝的规定 你官府信差和义足 绝对是不允许携带私人信件的 说是这样的说 就像大云河上的一个官义传工 这人肯定不可避免的 把小打小闹 把一些小的物品 什么私人信件 肯定也帮着带 因为他会收取一定的费用 但到了明代 商业性的邮政服务就出现了 而在当时的上海那地方上 就有邪行昌这样的信局出现 当时是由宁波帮商人首创的 这个就是当时的民信局 等于就是私人经营的这种盈利机构 他们有什么业务 就包括寄地信件 物品 还经办汇兑 那么邮费的支付方式有三种 一个是寄信人 全部预付 第二是寄件人和收件人 各付一半 显然这肯定是商业往来了 第三是全部由收件人乘付 至于经营方式 这个方面 比如说对于老顾客 邮费可以计账 按月按计 或者按年计算 其中还可以打折扣 由此一来 这种非常便民的商业快递 就在明朝越来越发达了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了 这个人生的际遇 实在是难以预料 只要不死 肯定就能够等到柳暗花明的那一时刻的到来 刘伯温从一个抑郁不得志的 几会要自杀的元朝公务员 最后遇到了朱元璋 成了明朝开国的第一谋臣 他的自我价值肯定实现了最大化 所以说 无论遭遇什么不幸 我就劝大家千万要挺住 活着就有翻盘的机会 刘伯温他对自己的才华还是相当自信的 一腔热忱 而且他总是闷心自温 我这一腔热忱 才华有没有得到发挥 你看 念念不忘 必要回想 刘伯温的才华 表现在军事 磨练 科教 法治 甚至心理疏导方面 他这些所有的方面都得到了发挥 而且呢 他还常常利用他自己天命大阳人的 这样的身份 略施画术 在专章的这个屠刀下呢 还能够救人 那么这一集 我们就来探访刘伯温的才华 对我们中国的历史 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上一集说到 明朝建国之后呢 刘姬啊 不仅参与制定这个大明律 进行这个法律建设 而且他执法必言 对于明朝恢复和建立科举制度呢 实际上他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要知道啊 科举制度从隋唐以来开始创立 一直是提倡平等竞争 但是元朝入主中国之后呢 好长时间啊 科举制度停止了 明朝建国之后呢 科举制度即使是得以恢复 但它的规模也远不如前朝 专章建立的大明朝 他本人啊 毕竟是大老粗出身 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科举制度的重要性 正是刘姬这些文人 不停的建议 他一定要恢复科举制度 刘姬他们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想国家长久治安和以后的向往发达 就必须恢复科举 就在刘姬这些人的支持和规划下呢 明朝的科举制度相比原来的宋元那个时候制度 他也就更加完善 更加严密 而这种科举制度呢 一直延续了将近600年时间 为什么呢 明朝灭亡了 但是继之而起的清朝 实际上呢 还继续沿用他从前的这种科举制度 而且明朝的科举制度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科举必有学校 明朝所有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呢 不论是相识还是会识 都必须是从学校出来的人 你得有这种出身 你才能这个中举 由此一来呢 就推动了明朝全国学校的建设 所以说从明初开始 一直到明孟 无论是国家中央还是省 还是地方那些县 包括卫所军队当中 都建有学校 明朝的学校普及率特别高 即使当时那穷乡必然 都有学校 都有政府建立的这种官学 所以呢 学校的建立呢 后来也称为 周安璋 当时他当皇帝的一见功德吧 周安璋当皇帝之后 首先最着重的一个是农丧 一个是学校 农丧呢 就是发展经济 而后就是兴建学校 实际上从明初的科技制度 一直到学校建设 刘基啊 在周安璋背后啊 绝对是最大的推手 出了不少主意 刘基这个人呢 不仅能闻善闻 实际上呢 他也很有武略 当然我们这里说刘基有武略 不是说他能够自己拿着武器 冲锋打仗 耍个大刀 拼个大枪什么的 不是 他是什么 他是懂得军队的建设 他是懂得指挥打仗 明朝建立之后呢 虽然天下太平了 但是明朝军队的建设 是个重大的课题 刘基呢 当时就给专章提出来一个办法 说我们一定要仿照古代的辅兵制度 但是呢 在这种制度下 我们还要发展新的东西 我们要建立畏锁制度 古代辅兵制度呢 简单的说吧 就是御兵御农这样的制度 这个辅兵呢 不仅可以打仗 还可以种地生产 刘基当时就提出 天下既定 渡要害地 细宜郡者设索 连郡者设魏 你看我的老家 天津 之所以从前叫天津魏 就成为在明朝 天津就是一个魏 那么明朝的魏索制度 它的优点在哪里呢 就在于明朝军队作战和防备的同时 士兵呢 还要担任农业生产的任务 那么每个魏索的士兵呢 叫军兵 每个兵呢 都有大约这个 五十米左右的土地 这个土地呢 生产粮食 那么这种收获的粮食呢 还有个专业名称 叫屯田子力 那么这个屯田子力干什么用呢 它可以当作战时候的行军月梁 就是战士出征之时呢 带着干粮可以从这个粮食里面出 因为当时明朝的战士 每个月吃饭有配额 就叫月梁 因此呢 这种猥琐制度执行呢 不仅在明朝全天下来要害地区安置了军队 而且还巩固了边疆 同时呢 还稳定的地方就减轻了当地老百姓的负担 为此呢 专严章还曾经夸口 说什么呢 无养兵百万 不动用民间一粒粮食 这个可以看明史 这个这个戎马智就可以看出这个专严章当时说这句话 当然了专严章这种说法呢 也有夸张 怎么可能不动用民间一粒粮食呢 但是在明初那个时候呢 屯田制度确实是他的这种发展 那解决老百姓沉重负担 实际上呢 这也是刘姬对于明朝的一项重大贡献 在专严章大明朝的建国过程当中呢 刘姬还有更多的真知灼见 对此呢 专严章实际上从他身上受益很多 专严章这个人我们也都知道 起身草莽 做事呢 很有随意性 他当了皇帝之后呢 就自动人大权在务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明朝建国之后呢 实际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 就建都 我们要知道国都啊 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哪里建都啊 这个事情啊 这非常重要的 这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统一和国家的稳定呢 肯定的作用都非常非常大 那么专严章当时他那脑回路啊 特奇特 你说他想在哪里建都呢 想在他老家凤阳建都 专严章当上皇帝之后啊 就把他的英天府 就是今天的南京啊 就叫南京 我们一定要记住啊 专章从来没有管这个南京 这个都城 叫做京城 叫京师 他就一直叫南京 那么专章时代 他那北京是哪里的 是在我们现在的北京吗 不是 专章时代的北京是在开封变凉 就是从前宋朝的都城 所以说明初啊 有两个京 南京就是现在南京 北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变凉 此外呢 还有一个所谓的都城 就是他内心非常向重的啊 这样一个京城 叫中都 专章口中的中都 和元朝的中都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是指他自己的老家安徽凤阳 就当时的豪州 专章呢 自己还力排众议 就一定要在所谓的这个中都 就是豪州 就是现在的凤阳 建立一个都城 而且大兴土木 因为他龙兴之地嘛 而且当时选宫选料 达张旗鼓 派了一堆人去迎接中都城 刘基这个人啊 你想政治经验非常丰富 又熟读历史 当然知道古往今来 这个都城的意义是什么 于是呢 就向周安璋建议 说凤阳这个地方 虽然是您的龙兴地乡 但他肯定不是建都之地 因为他这个地方就不适合当首都 为此呢 就不厌其烦 长篇大论 告诉周安璋 为什么不能在这个地方 在凤阳建都 而且呢 还一一说明 王朝建都的时候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地方 当然到了最后呢 周安璋自己也想明白了 觉得凤阳这个穷地方 虽然除了我这么一位皇上 但是建都呢 当都城确实不行 因此后来 这所谓中都的工程 就逐渐停止了 如果我们现在去安徽凤阳 带好多地方 还能看到那些半喇子工程的遗存 什么当时的不少玉制剑 石头雕刻 住处什么的 在当地还有挺多 除了刚才我们说说的 龙姬提出的种种建议之外 刘姬也还经常从细节方面 提醒周安璋在政治上 军事上 就避免一些疏漏 比如说 他就一直强调 王宝宝虽可取 言魏意清也 元朝大将王宝宝这个人啊 我们别一听姓王叫宝宝 就觉得他是汉人 不是 这个人是元朝末年 元朝的一个大将 他根本就不是汉人 他就是蒙古人 他的蒙古名字叫 阔阔天末 汉名王宝宝 王宝宝是个地位很高的 蒙古贵族 能征善战 所以他就成为元朝末年 支撑元朝江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当时元顺帝在徐达率领明军 攻打大都城的时候 他跑了 惊慌失措 自己带着少量人马 出城门 他跑到塞外了 而后他继续狂逃 顿入大漠之中 就跑到今天的克什克腾旗了 但当时元朝实际上还有大量的武装军队 还有王宝宝这样的大将 所以在明初很长一段时间内 蒙古的蒙元政权 就财余势力 实际上对明朝还是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为此刘姬才不断提醒 朱元璋就说王宝宝这个人千万不可轻视 而当时朱元璋对刘姬的话 还没有特别放在心里头 觉得这些蒙古人都跑得这么远了 根本就不拿着当事 认为自己的大明江山 已经是完全建立起来 元朝的财余势力 在外面实际上就是苟延残喘 不用太担心 结果明朝军队后来还真吃过王宝宝的大亏 所以说刘姬这个人不仅在明朝建国的过程当中 为朱元璋出谋划策立下了卓越的功心 就在大明王朝各种制度 这个建立方面 法律这个建立方面 它也是贡献颇大 而且在许多问题上 包括王宝宝这种小事的细节上 就近乎是算无一策 当然了 刘姬之所以能够帮助朱元璋建国立业 也和朱元璋跟他的一种君臣相得分不开的 朱元璋确实是个明君 刘姬又是个贤臣 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 这两个人的关系就是非常默契 所以他们两个人一旦结合 肯定能创造出辉煌的业绩 所以说时代造英雄就是这个意思 朱元璋当时就说 经邦当幕 用兵先后 轻能言之 而朕能审而用之 你看治理国家怎么治 打仗怎么打 只要爱情你能说出主意来 朕我就能 经过一定的审定之后 我就能用 那么刘姬这个人 遇到了明主朱元璋之后 也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为了大明朝竭尽忠心 就那个时候 这君臣两个人的关系 绝对是交相辉硬 息息相通 相得益彰 当然了 重要的一点也必须得说 朱元璋之所以这么看重刘姬 就是因为刘姬不仅仅懂得儒学 懂得统治学 懂得军治学 而且他还懂得相伟数数之学 我们要知道 古代帝王非常迷信天命 既然当时天下人都知道 刘姬懂得天象 能施天命 那么刘姬一旦偷问了朱元璋 大家就都知道 朱元璋本人就天命所在 天命所归 刘姬他一方面借天命 为朱元璋造神 另一方面也借助所谓的天命 来表达他自己的一些政治理念 来劝朱元璋 比如说有一次 天汉好久不下雨 朱元璋就问 天人感应 天不下雨 肯定是我们有些事情做的不对不好 老天爷生气了 刘姬这个时候就抓住朱元璋的心理 就劝他了 陛下您这监狱关了这么多人 好多人就罚不当罪 而且有些人关进去之后 陛下您常常也不判 该放的不放 该判刑的不判刑 所以说冤气欲劫才造成了天汗 朱元璋这个时候就点头了 您说的真对 那就替我处理一下监狱的一些事情 由此刘姬到了监狱之后 对于那些无辜的犯人 该放就放 该平反就平反 一下子人心大顺 很快天上就下起了大雨 可见当时刘姬也就是借天相天气天命 来表达他自己的政治理念 但他主要的目的还是借天相天命 来维护朱元璋的权威和地位 巩固大明朝的政权 那么你说当时真是把这么多人放了 平反了 赶天动地的天下雨 肯定不是 九汉必定会有雨 南京周围又不是什么沙漠地区 早晚肯定有雨 所以刘姬也当时这个 并不是说他能掐会算 懂天气预报 这就是他的一种心理暗示 又有一次 朱元璋做梦 梦见一个人头上有血 脚底下还踩着土 旁边还堆着一堆土 第二天早晨 朱元璋就说 看来朕得杀两个人了 必必灾 昨晚我梦见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好兆头 刘姬就问陛下为什么一定要杀人 刘姬就说 你看我昨天做了一个噩梦 如何如何 刘姬听了之后摇头大笑 陛下您做的梦是个好梦 吉兆 我们想一想 人头上有血 这就是重 我们要知道繁体字的重 就一个血 下面有三个人 你看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就是重的意思 下面有土地 好事 这个梦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陛下得重得土 马上就您又得到人马又得到新的土地 您就等着 瞧好 好消息不久就到了 果然前方就传出来战报 说某城池得以收复 大胜之后还得到了不少新的兵马 我们想一想 当时专章正遭狗屎运 天天在打仗 哪天肯定会有功成略地得胜的事情 刘姬就借这个话 实际上就来缓和当时专章那种紧张的情绪 就阻止他 因为梦在白天没事就瞎杀人 和专章后期晚年杀戮功臣完全不同的是什么 他在早期和刘姬的关系非常亲密 亲密如家人一般 比如有一次正在打仗 刘姬的母亲去世了 当时刘姬很为难 军情紧急正在打仗 自己没办法请假回家奔丧 这个事情当然专章就知道 当时正用人之计 刘姬不可能走开 所以他就亲自给刘姬写了一封信 表示说什么 我听说老母亲八十多岁了 如今已经故去了 按照礼节 我应该准许您回家奔丧 但当年徐竖帮助刘备 曹曹把他的母亲控制起来 目的只要得到徐竖这个人才 出于孝顺的天性 徐竖心里头不安就回了家了 去探望他的母亲 如果按照礼法 我也应该这样 让您这样做 让您回家 而且我一直以来 都要求属利的老百姓进孝道 如今您的母亲病逝了 如果我不让您回家进孝道 那肯定是不应该的 但话又说回来了 当年徐竖回家 看望他老母亲 是因为他的老母亲还健在 如今您的母亲已经往生了 即便您回家 也不能和母亲团圆 大敌当前 所以我不能让您走 等将来我们打了圣仗 咱再一块回去 调案他老人家 我们看看 当时朱安璋 非常温情默默 你看他给刘姬写了这么一封信 表示出 你看我离不开你 刘姬也像家人一样 非常体谅这个朱安璋 对他的一种心情 纵观朱安璋这一生 他能够和他手下的臣下 有这样温情默默的 这样的事情 绝对是千古难得 所以说呢 朱安璋和刘姬 他们之间的君臣交往 也被后代所传送 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 刘姬和朱安璋 这样的亲密关系 能够继续维持下去吗 大明朝建立之后 朱安璋做了皇上 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 又会发生些什么微妙的变化 我们下一集接着说 明朝的交通规则 如果我们要知道明朝的交通规则 得看明朝的一致令 这个一致令 等于又叫十二字令 为什么叫十二字令 非常简单 简单到只要十二个字 见必归 少必长 清必重 去必来 这十二个字实际上非常好理解 就是说普通的平民百姓 你得向当官的必让 年少的要给年早的让路 两车相逢 轻的要给那些运速重物的车要让路 过去的 你要必过来的人 我们现在许多人 就认为 你看少必长 清必重 去必来 这都挺好的 唯独这个箭必贵 这怎么必 当然了 所谓箭必贵 这确实是有一种封箭糟粕的意思在里头 不应该提倡 但是你从当时明朝的现实角度出发 你看那个一致令 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公平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一致令 它的规定是非常灵活的 箭固然要必贵 但是少必长 清必重 去必来 它是不分贵箭的 由此一来就出现一个新问题 有人就会问 那你这箭必贵 不就成一句废话了吗 当然不是的 所谓的贵 主要是指官员 只有官员他出行办公 他有急事 他有公务 这才有牙医开道 然后这帮人抬轿而行 这时候 你一般接上的平民老百姓 你肯定得避避让一让 而平常那些商人 举人 秀才 世身 你说你脸上又没贴着 我是有钱 我是有官 我是贵人 之类的标签 别人也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所以说也用不着避 当然了 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 一般街上的行人 老百姓必须避让 比如说政府的相关职员 传递紧急公文 有疾病求医 或者是公差作贼 这种情况你必须得避 而且好多差役 好多官员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在大街上是骑马或者驾车 急驰的 这个时候老百姓你必须避让 如果这个时候 老百姓没有及时避让 受伤了 对于赵氏的骑马的官人 或者是官员 他都不会判刑的 只是出钱负责医治伤者 特别是在道路上 或者是在街道上 有这种 什么几百里加急 这样的快马来跑 百姓必须避让 否则的话 踩死撞死 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没一说中国史 我们下期见